1944年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軍人經過殖民地台灣 前往南洋征戰時流水的一句話 到了嘉義記得叫 曾經是日本雜謊商業旅程隊隊長的定者國美 以指望未遙 當年曾在嘉祺的錄像上 場敗給來自台灣陌陌陌雲的嘉義農林野球隊 而14年過去 先任日本軍方的定者 一心想要去嘉義看看 1929年 在日本殖民地的台灣 誕生了一隻由三組狗兒 日本人、台灣人、原住民等交流野球隊 起初只是想鍛鍊身體的普通社團 直到新教練 近藤兵太郎的到來 秉持選人才不分人種的理念 從政球隊 並以進軍加紫雲為目標 利用四方達士的嚴厲態度 重新訓練球員 原本上岸的嘉義球隊 在經過近藤一年多的魔鬼訓練 與屢屢落敗的刺激中 漸漸激起了球員們的求生意志 與全軍加紫雲的決心 終於 在1931年 一路過關斬將 打敗了由日本人俗稱的 常勝冠軍 臺北商業客 前衛首支在佐水系里 南兵營的全島冠軍的野球隊之外 也創造了許多台灣棒彈的新紀錄 同時起影響台灣至今的江南大 不錯 也十一支開通 在一片龍井的氣氛下 將農調代表台灣去日本征戰 能在五萬五千名觀眾面前打球的嘉義人 不僅是江農球員們的夢想 也是競爭教練的夢想 江農首戰就以3比0 擊敗對手神愛團隊 引起日本當地野球界的關注 第二戰 對象招晃商業 拖手 拖手頂著 眼睜睜看著 江農球員不斷上來的人們 江農最後也以19比7大勝雜王 第三戰更以比數十比2 立刻小場隊 經過了長時間的征戰 讓江農拖手 敏捷的手指破皮出血 在面對中間的決賽當日 手指的疼痛讓他天天透出 來握握保送 也讓現場觀眾 與嘉義等這次民眾都傻眼 面對又急又氣的警察 武明傑卻請求讓自己投完這場最後的戰役 他的決心感動了進來 而並肩作戰的戰友們 也決定要幫武明傑完成夢想 武明傑扣著意圖直線 卻承受對方的同時 此時隊友突然打 儘管托直線 負責守備的武明 並全面把球往下 進行的托 我們可是來自台灣的家 在全場驚訝不明的氣候下 武明傑表下冷凍投出力球球的直線 與戰友們被擋下力球就很舒服 歡迎光明 這四海城 感動了現場所有觀眾 也正鑽於 在台灣聽著恐怖的台灣人 競爭教練看著場內原本智能的球員 現在都已成為有不放棄的鬥志 再到心裡四位也感受到了什麼 日本作家居實完成說法 我完完全全體成為江湖的討伏者 他們的那種不同重組 卻會送走目標在球場上奮鬥的一支 著實讓我們感動了眼淚 不管球在數以後 加盟已經締造歷史 但他們不會具體勇敢挑戰自己 不惜中卻得到真正的勝利 遠遠地 觀眾喜上傳來 聽著的奮力呼喚 因此有種戰場 天下加盟 好 謝謝 謝謝